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055型驱逐舰 3号舰大连舰 长征18号核潜艇正式加入海南舰队服役 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服役三型大型军舰 除了潜艇之外 另外两艘舰艇都是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主力舰艇 而海南舰排水量达到了4万吨 广大网友在为此欢呼雀跃的同时 也有部分网友看到诺大的海南舰甲板上 只有数架直升机 而不像美国两栖攻击舰一样 甲板上停满了五代隐身垂直起降战机 而感到有些失落 众所周知 二战之后 美国海军除了装备一定数量的超级航母之外 还装备着一定数量的两栖攻击舰 目前美国海军装备着多艘先进的两栖攻击舰 为何说美国的两栖攻击舰最具代表性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美国的两栖攻击舰能够搭载固定翼垂直起降舰载战斗机 有了固定翼舰载机的加成 两栖攻击舰的实力大大加强 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 比如最新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 排水量为45000吨 一般情况下 可以搭载12架MV-22鱼鹰侵旋异计 4架CH-53K运输直升机 7架AH-1Z攻击直升机 以及黑鹰直升机等 还可以同时搭载68架F-35B战机 当然也可以减少直升机部署 搭载20架F-35B战机 这时候两栖攻击舰就变成了轻型航母 而日本的直升机航母 在购买了24架F-35B战机之后 也是变成了准航母 这种战力的倍增器 就是F-35B垂直起降战机 由于两栖攻击舰的甲板 相比航母比较短 搭载能够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战机 方便很多 这也是之前美国选用英国的摇式战斗机 作为两栖攻击舰上的舰载机 现如今AV-8B已经被F-35B所取代 目前我国确实没有装备任何垂直起降战机 也不像日韩英译等拥有两栖攻击舰 直升机航母的国家一样 可以凭借着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直接从美国采购技术成熟 先进性能优越的F-35B 不过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垂直起降战机 但综合最近些年 我官方透露出的关于 国产垂直起降战机的种种蛛丝马迹 沈飞和成飞作为我国国内 目前两个军用飞机研发企业 早在数年前 就已经在竞争研发属于我们自己的 首款垂直起降战机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已经研发多事 沈飞和成飞目前各自研发的进度 究竟如何 谁的成品又将率先登上海南舰呢 沈飞设计垂直起降战机领域相比成飞要早 上世纪60年代末 受到北方苏联和当时世界垂直起降战机 研发浪潮的影响 沈飞610所开始研究 短距起落喷气金翼 可变机翼飞机项目 起初这只是一个为了 跟随世界潮流的技术储备预言项目 但该项目立向同年 曾保导事发 该项目的研发优先度瞬间超过了当时 我国在研的歼7歼8超音速战斗机 并获得正式项目代号4号任务 由于当时苏联空军实力比较强大 苏联的空中机群装备着众多的先进战机 还有大量的战术导弹 我国前信的机场必然是攻击的目标 这个时候就需要灵活的垂直起降战机 起飞可以不受机场的限制 项目正式立项后的20个月里 我国从其他的研究项目中抽调大量技术人员 以歼6战斗机为基础 加装生力风扇发动机 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了两套设计方案 方案一 在歼6机体四周加装4台生力风扇 设计时候的设想是4个生力风扇 在起飞之后可以收入机体之内 加完生力风扇之后 歼6战机最大平飞速度可以达到1.45马赫 比正常的歼6飞行速度还快 可以说这个设想不错 不过这个方案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需要对战机进行大改 并且在材料发动机的要求更高 我们研制也非常困难 这个方案总体来说 非常原始且不符合实际作战需求 因此并未被实现 方案二 采用生力发动机与螺旋喷口发动机 类似苏联雅克38垂直起降战机 虽然这个方案在设计上明显可靠实用许多 但对于当时的我国来说 发动机以及材料都是难题 特别是延制发动机 垂直起降要求的发动机技术 难度比较大 依靠进口也不切实际 对我们的科研小组技术难度太高 同样无法实现 一个能实现 但不是空军想要的垂直起降战机 另一个是空军想要的垂直起降战机 但以当时我国的工业水平而言 根本无法实现 四号项目因此最终夭折 虽然以现在的目光来看 当时的沈飞进行垂直起降战机的研制 完全是不自量力 浪费资源 但是50年前的这次尝试 终归是累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 为新世纪沈飞再次研发垂直起降战机研制 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这个基础和我国对垂直起降战机需求的日渐提升 最终促成了沈飞新世纪第二代垂直起降战机的研制 沈飞新一代垂直起降战机 似乎是在以歼三十一为基础 笔者之所以这么认为 是因为在今年3月5日 沈飞型号总设计师赵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沈飞正在研制的某型作战飞机将拥有四个型号 而沈飞目前正在研制的作战飞机 只有一款正是歼三十一隐身战斗机 歼三十一作为第五代作战飞机 因为飞机信息化操控性的提升 不仅有双座改进型号 其作为五代隐身飞机生产功力复杂 造价较高 也不会降级作为教练机使用 也就是说歼三十一只可能有以下四种改型 分别是空军陆机版本 海军舰载机版本 电子战版本 海军陆战队垂直起降版本 虽然我们目前尚不了解沈飞 该如何让双发的歼三十一垂直起飞 不过 这无疑需要沈飞进行一次大的技术创新 就像英国的姚氏 苏联的雅克141 一次次改变垂直起降飞机起飞的方式 西方国家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吗 不管是否有人相信沈飞的能力 但事实就是 西方国家多次指出 沈飞正在研发垂直起降战机 强调沈飞进行一次巨大技术创新 甚至乐观来看 沈飞的歼三十一垂直起降战机 可能最近几年就会有原型机亮相 最快2030年就能登上海南舰 沈飞虽然没像沈飞那样 曾有研发垂直起降战机的经验 但是中国军工业发展至今天 就如航空知识杂志副主编王亚南所说 研发垂直起降战机 对于我国来说难度已经并不大 限制我军装备垂直起降战机的主要因素 是如何进行创新和开发新型生理风扇发动机 沈飞很早就有过生理风扇装机计划 目前问题只剩下如何进行技术创新 而成飞也是在2015年 与中航空天发动机研究院签订了 轻型垂直起降战机研发类似F35B生理风扇发动机的短锤项目 参考美国F35B隐身战机上的F135发动机 F135生理风扇发动机的研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 1986年 洛克希德的保罗贝维拉卡使用F119发动机充当生理风扇 F200发动机饰演发动机隐形核心和低压涡轮 F229发动机饰演另一个低压涡轮 然后用F200作为生理风扇的F119提供额外动力 用F229为额外登加的旋转喷嘴提供动力 建立了一个地面测试掩饰器和生理风扇概念 这是F135生理风扇发动机系统最早的出行 当时苏联的雅克141垂直起降战机还未首飞 时间一直来到2001年 确定研发框架之后 骑收苏联雅克141发动机技术 美国才正式推出F135生理风扇发动机 而后就进行了7年的磨合测试 安装有该生理风扇发动机的F35B才正式服役 当然我们可以摸着美国过河 跳过期间美国储备技术和因为各种问题出现的时间 但饶是如此 我国国产生理风扇发动机也得需要5至7年才能完成 并额外进行三年到五年的装机测试 成飞的新型垂直起降战机参列装 综上所述 成飞和沈飞的新型起降垂直战机最快都有望在2030前列装 但是 沈飞的歼31垂直起降战机可能会因为战机本事双发设计 需要进行相关技术革新有很大的风险出现定型时间延误 甚至因为进度不如成飞被迫下马 而成飞虽然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研发短锤项目必须的生理风扇发动机 然而如今已经过去6年 涡扇15发动机已经高调装机 新垂发仍然了无音信 难保成飞的短锤项目也因为某些原因进度迟缓 甚至已经停替不前 不过祖国金飞西比该有的总会有 不过祖国金飞西比赛